在上一讲结尾的时候啊 我提到了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 就是这些年 尤其随着一些新的媒介平台的发展 很多品牌啊 似乎都开始反思起 他们原来高大上的那个品牌掉下来了 我自己呢 就遇到过一些从业者 诉说他们的苦恼 甚至是恐惧 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些新媒体上 他们原来的那一套不好使了 那些高大上的内容啊 并没有让人觉得向往 期待 反倒看起来有点可笑 有点格格不入 于是呢 也就真的有一些品牌 在这种情况下乱了阵脚 或者是手足无措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 咱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上一讲的结尾啊 我留了一道思考题给你 我说请想一下 对调性的解读还与什么有关 今天呢 我也来说说我的回答 我认为调性啊 还跟那个语境有关系 语是语言的语 境是环境的境 打个比方吧 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穿着 是新潮呢 还是老气呢 不止与他的打扮 以及我们的审美有关系 还跟他所处的那个环境 那个环境里别人 在穿什么样的衣服 有关系 几十年前 1980年代初 如果你留个长头发 穿着一条喇叭裤 戴着一副墨镜 背着一把吉他 或者扛着一台收录机 走在中国北方某城市 比如长春或者天津 石家庄的街头 你可能马上就会成为 所有人目光的焦点 你可能会朝到 惊动当地派出所 但是如果 同样是1980年代 您穿着这一身行动 出现在美国纽约的街头 您可能会被认为 是非常复古的老派青年 因为你看起来 还挺像六七十年代 那些嬉皮式的 我们说广告 创意文案 它的调性 也是一样 原本很多高端品牌 比如一些高端汽车 或者是奢侈品 他们的广告里边 所呈现出来的 那个高端大气奢华 在现在很多人的眼里 变得不那么让人向往 让人心动 是因为人们的审美 跟媒体的环境都变了 更典型的是很多中小品牌 我经常看到一些 本土未育品牌 他们爱做的那种平面广告 你去各种家装市场 常能看到 印着这样画面的小传单 高档酒店一般的金色环境 白人女模特 华贵的长裙 通常是金色的 高脚酒杯 神秘的微笑 旁边呢 是光洁的某某牌作变器 或者淋浴花仨酒剑套 放在二三十年以前呢 这也许看起来真挺高端的 但是现在 原本的高大上 已经越来越像家 老土 调性这个东西啊 就有这么个特点 它不是所见即所得 你放在广告里的调性 与别人的感受 未必相等 人群不同 语境不同 时代不同 对调性的解读也不同 这一点咱们其实谈到过 但没有直接说破 但如果你听了前面的几讲 应该不难理解 当然 也有很多品类品牌 在努力跟随这个时代的审美 跟随这个媒介语境的变化 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不难发现 十几年前 一些手机品牌 为了彰显 他们那些产品的高端奢华 在广告里展现出来的 使用者形象 有很多都是穿着 鼻涕的西服 坐在飞机的商务舱里 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跳往窗外的云层 或者捧着那翻盖手机 正用笔在屏幕上指指点点 笔笔画画 十几年前 这就是大家眼中的高端 但是现在 我们看到iPhone 华为等等手机品牌 他们广告里的用户形象 哪怕是他们高端机型 展现出来的消费者形象 也不再是这样的了 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个比喻 我说有时候 那些原本高大上的品牌广告 创意文案 放在现在的这个媒介环境里头 就像是在海滩上穿雕的人 这个雕很昂贵 大家都知道 雕没有错 但是这是海滩哪 人人都穿着泳衣 欢快的奔跑细水 你那身雕越昂贵 越雍容 你看起来就越傻 虽然你傻得很豪华 我建议大家记住这个比喻 请大家在做传播 做创意 做文案 或者在做任何公开表达的时候 你都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 你到底是在红毯上 还是在海滩上 你周围的人 到底是衣冠楚楚的各界精英 还是海滩上追逐笑闹的世俗男女 媒介语境为何会变化 这是个更大的问题 它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但我们在媒介里头发声 总要对它有个了解 先要知其然 近些年 我们所处的这个媒介环境 正逐步从公众语境 转变成社交语境 甚至是自我语境 在一些新的媒体平台上 更是如此 咱们可以先拿各种娱乐明星 文化名人来举例子 在互联网跟社交媒体 还不发达的那个年代 我们只能从电视报刊上看到他们 那时候 这些明星名人 大多数是光鲜亮丽 以非常体面正式的姿态 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十多年前呢 微博等等平台出现了 明星名人开始能直接跟大众 做平等贴近的交流 于是 我们有机会在微博上看到他们 很随意地谈起他自己的日常起居 琐碎生活 甚至明星名人之间的那些个问候 玩笑 甚至是冲突 以前的明星是站在舞台上 被我们仰望 社交媒体的年代 我们像是有机会走进了明星家的客厅 他一边泡着茶 一边跟大家聊天 他不仅没化妆 连说的话 也都是些家常里短的平常话 这就是从公众语境 到社交语境的转变 而现在呢 又不一样了 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过 抖音上的那些明星和名人 我最早看抖音的时候啊 我有个感觉 就是好好的明星 好好的名人 怎么一上抖音就变成神经病了呢 因为在抖音上啊 那些明星表现出来的 是远比刚才咱们说的 客厅里边 跟你一边泡茶 一边谈心的那个状态 更加私密 更加个人的状态 在抖音里啊 他们旁若无人一样 展现出好像在自己家卧室里头 才会做出来的各种 淘气呀 调皮呀 各种放飞自我的表演 事实上 也不止他们 在抖音上 很多普通人展现的状态 都像是庞若无人的样子 那些个对着手机镜头撒娇 或者搞笑的叔叔大爷大妈大婶 我相信 现实生活中 他们即使在朋友家人面前 也不都是那样的 完全释放内心深处 那个真正的自我 展现出以往 从不对外示人的真实本性 我觉得 这就叫自我语境 以抖音为代表的 这些新的媒介平台 营造出的 就是这种自我语境 大家可以去看看 新闻联播的抖音号 看看这种语境 是如何改变 新闻联播的说话方式的 有一种观点是 现在这些个短视频平台上 我们看到的 都是不真实的人 因为大家都用各种滤镜 把自己变得 完全不像自己了 从外表到状态 我们看到的 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他们 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相反 我觉得那些 加上抖音滤镜的他们 那些庞若无人的他们 才是更真实的他们 因为那个 疯疯癫癫的他 那个活泼搞怪的他 才是他 与自己相处时的样子 那是灵魂深处的他 这个他呀 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他 不一样 反倒是因为 我们平时看见的他 是被社会规则 被社交身份 束缚的他 就连那些个 被滤镜美颜之后的容貌 都是更真实的 因为在他自己的心中啊 他就长那样 他应该长那样 还记得 咱们之前说过的 心象吗 如果你是一个品牌 你要了解你的消费者 那么恭喜你 现在啊 在这些平台上 你能看到你的消费者 最真实的样子 你看了隔壁李阿姨的抖音 你才知道 平时那么端庄的李阿姨 其实内心是一个 非常活泼可爱的人 而这个活泼可爱的李阿姨 才是真实的他 那是他对自己的认知 他平时做出来的任何决策 包括消费决策 都是那个活泼可爱的他 在做主 一个人灵魂的真相 是远比他外在的真相 更深刻 也对我们这些个 要去改变人家看法和感受的人 更有价值的东西 好了 更具体的问题来了 媒介环境变了 原本我们可以靠穿雕 显示我们的尊贵不凡 可现在在海滩上 我们该怎么办 刚才我说 很多品牌就乱了阵脚了 啊 原来已经到了海滩了 那就是谁穿的最少 谁最没下线 谁就会成为海滩上 万众瞩目的焦点了吧 于是 好嘛 不光忍痛把身上的雕扔了 还立刻陷入了一个 非常癫狂的姿态 玩命推散海滩上那些人 看哥们 看我 我都脱了 脱光了 牛不牛 请一定要注意 穿雕不好使了 不代表我们要抛弃 所有的高大上 海滩上 也不是谁穿的越廉价 越粗糙 就越被人关注 没有任何人喜欢廉价和粗糙 包括在海滩上的人 海滩有海滩的时尚 海滩有海滩的精致 大家只是标准不同而已 我前些天呢 读到一位老师 写的一篇东西 里头有个说法 我觉得非常有趣 且准确 如我转述一下 他说呀 现在有一些经常被别人认为 是low的东西 其实不是low 而是lo-fi 这个lo-fi呢 是与大家常说的 那个hi-fi相对的 指的是低保真度 是质感的真实 和不过分修饰 我们可以拿拍照片来举例子 你要给你喜欢的女孩 拍个照片 那种先花几个小时 化妆打扮 再打上精美的灯光 在专业摄影棚内拍摄 并且经过完美修图的 先豪必现的高端写真大片照 就是hi-fi的 而当你跟他在街边小馆吃饭 当他正在眉飞色舞的 跟你说着什么 或者因为你说的什么 而傻笑的时候 你掏出一部拍立得相机 随手一拍 恰好拍下他那一刻的表情 这张照片就是lo-fi的 lo-fi有lo-fi的好处 lo-fi会让人觉得真实 亲近 可信 而这个真实 亲近 可信 作为一种调性 是广告传播里边经常需要的 他为愿意倾听和被说服 被打动 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随手一拍的生活照里 有没有打动人心的作品 有没有美好的画面 当然有 这就是我们说的 海滩有海滩的审美 lo-fi有lo-fi的讲究 举个例子 你有没有在电视上 看过一些专业的 那些防敏感的 那些牙膏的广告 那些广告里头 经常会聘请一些专业的医生 来讲述牙齿和牙膏的常识 你会看到那些视频里头 医生所处的环境 非常自然真实 看起来就是个根本没收拾过的 普通办公室 医生看起来 也就像是个普通人 他说话的语气 妆容 现场的灯光 都非常的业余 并不像别的一些个 专业广告里 有着漂亮的演员 来扮演医生 在华丽的布景下 自证腔圆的 跟你介绍这些东西 你可不要以为是这些广告 没有钱去做这个事情 或者忘了做这个事情 这些故意保留 甚至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真实痕迹 这种朴实诚恳的气息 反倒是这个广告里 最重要的东西 而这个调性 是被精心涉及 精心安排出来的 好的 今天咱们谈的 是在变化的 这个媒介语境下 如何把握自己的调性 调性这个话题 我们用了几讲的时间 就先谈到这了 希望你听了这些 能够更好的规划 每一次表达沟通时候的调性 甚至是你自己的调性 今天我希望你思考一下的是 从公众语境 到社交语境 自我语境 这个变化你认同吗 你还能举出 别的领域的一些例子 或者是反例吗